中心在今天公布台湾一口气 新增了7例感染Omicron的境外移入个案 它们分别是来自于英国 美国 奈吉利亚跟加拿大 加上过去一周 已经有5个人感染了Omicron并一株 所以累积到目前为止 台湾已经有12例的Omicron境外移入 它们全部都是突破性感染 而距离它们的第二剂疫苗施打 平均间隔是5个月的时间才确诊 而其中有5个人 它是没有出现症状的 7个人是轻症 CT值较低的个案 症状就很类似感冒 像是流鼻涕 咳嗽 肌肉 酸痛等等 症状跟感染Delta病毒之后也很类似 并没有出现嗅味觉异常的现象 专界检疫专案启动超过一周 指挥中心20号公布境外移入中 感染Omicron的病例数多了7例 加上过去一周已有5例 累计目前共有12人感染Omicron病毒 12例通通都是在边境这边入境 就已经采检阳性后定序确诊的 还好这12人都是在边境拦截到的个案 也都是突破性感染 平均是在打完第二剂疫苗后的5个月确诊 当中有5个人无症状 另外7人是轻症 其中2例CT值都不到20 都有明显症状 像是流鼻涕 咳嗽 疼痛 全身倦怠等 也只有一味发烧 因为症状就像一般感冒 很难从症状去判断到底是感染哪一株病毒 有症状里面是并没有说有报告说 有这个明显嗅味觉异常的一个情形 不过嗅味觉异常本来是一个容易被 就是认定说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冠 不过其实也不常见 在前期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你只能去靠一些诊断工具 然后去筛检 可是在后面的一些症状的变化上 其实就是新冠可以蔓延到肺泡微血管的破坏 后遗症是比较大的 由于Omicron变异株已经在美国境内成为主流病毒 难道不用将美国列为高风险国家吗 指挥中心搬出数据 看看最近境外移入感染Omicron的个案 来自加拿大 美英和奈及利亚等四个国家 其中从美国入境的四千多人当中 只有三位感染Omicron 从英国入境的301人当中出现两位 加拿大438位入境 一位确诊Omicron 算一算减出率英国和加拿大都比美国来得高 因此风险评估光看入境人数不准 未来是否将美国列为高风险国家 还会在滚动式调整 折送报道